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屏东建议员蒋岳慧由于失控咬女警爆红,今天,21日,他将与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。 蒋岳慧说,他非常欣赏柯P,率真表达自我的态度就是学习柯文哲。 蒋岳慧今天上午到中医院治疗他16日与警方抗争所造成的绞伤。 蒋岳慧接受苹果日报访问时再次向女警喊话,谢谢那名女警让他感受到人生的价值,虽然对女警很抱歉,希望对方能够原谅他,但如果未来面对抗争,他还是有可能会咬第二口,第三口,因为不止公用路,还有光复路明年3月也可会有相似的拆迁问题,我非常欣赏柯P。 蒋岳慧说,一般政治人物有光鲜亮丽的外表,背后戴住邪恶的假面具,但是柯P不会掩饰情绪,敢率真表达自我,而他的这部分就是向柯P所学习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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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